Hello 第一次拍開箱問 在家裏拍開箱問 這一箱是甚麼來的呢 當然不是香腸 香腸也不是我開箱 是一個車有買的 有很多東西 還有啊 這件一拿出來就知道是甚麼 先拿著另一件 電線也有 喇叭 電線 它說有6米的 因為我要6米就夠了 有多的了 之後這個是 分音盒 input output 分輪正負 woofer 我們不理會了 我們就是看高音 T字頭那個 M字頭那個 是中低音 高音部分 重點不是多元產品 重點是到時候安裝 這個系列 這種形式的東西 到時候裝別的品牌都可以 沒問題的 因為有分音盒 所以分頻電容是不需要的 這個支架 這個支架可以拆開 這個支架可以拆開 上螺絲鏡 上絲帽子 這樣拆開 這樣 把支架拆開 這個支架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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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奇怪 反正我們要支架拆開 其他支架拆開 其他支架拆開 之後到中音 我們要幫助 擦開 3 3 3 4 5 although 1 9 重點 15 再看看防塵帽 這堆東西怎樣放在車上呢 這麼誇張, 枕浪在這裏 小朋友看見很吸引, 拔來看看怎麼辦 這個套裝, 還有這盒東西 這盒東西很重要 是一堆的, 只拿一件出來看 這個雙面膠紙我們要用的 這些做得很精緻 這一對就是喇叭殼 還有一件鐵片 就是這裏 一塊鐵片 上網看好像很大件 一摸上手, 原來很小件 這件 還有這個 這個是中間的, 配上它 你還可以將它, 如何組裝 這件東西 這麼大件 有一個出線洞 放上去 上螺絲 這個放上去 看到這個洞嗎 上螺絲, 上好整件 可以這樣站在A柱上 可以 我自己不太建議 這些東西軟軟軟 而且這麼高, 我覺得不太好 我建議 或者我會裝的 和車主都配合了 方式就是會裝在這裏 一隻中音, 一隻高音 左右都是平排的 左右都是這樣放的 左右都是 現在這雙線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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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原裝配置, 並沒有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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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很帥 如果放得進去 夠膽死放不進去 用鑽嘴 鑽開 鑽大後 之後才可以安裝 又提高了安裝難度 用手拿著 試一次 放進去 放進去 現在放進去 四個洞都要轉 放進去 放進去 四個洞 四個洞 一支六角士 六角士是自己找的 它是沒有跟給你的 一支 這裡呢 我又忘了一樣東西 一支八字形的圈圈圈圈圈 兩件 絲 我現在不知飛去哪裏, 又要再找回它 哎呀, 還有東西又漏了 這裏呢, 要戒掉它 現在立刻去拿剪刀, 又忘記拿了 剪刀 嗯, 因為這裏呢 放進去的時候, 會頂住 上這一塊 整塊 都要剪掉 上一塊, 我會選 一塊一塊 串啊, 串啊 串啊, 串 先放進去 串啊, 串啊 搭上一些洞的位置 搭上一些字形 放在網上 分成這樣 放進去 對角 對角 真的不太夠的 這張照片 因為它不太合適 所以一定要四顆螺絲都上好了 上一點點 好辣 好辣 又有需要休息 好,這個位置裝好了,條纖維都出來,然後倒另一根 烤音部分 烤音部分 是硬扭螺絲的 我們可以直接把電線上去 容易調整 原裝有配電容 不需要用 有分音盒 稍後會穿一條 一米的喇叭線 把電線放進去 開線 把電線放進去 把電線放進去 就可以了 現在會看到有少許漏隙 但如果我們 把電線放進去 把電線扣緊 就不會漏隙 就可以立即 把電線放進去 這兩部分 都可以用 分音盒 這些 另一條 內邊的呢 把鞋子放在車上 家裡沒有鞋子 隨便收拾 做得很辛苦 到時要更好 這次用了方形 一條是圓形 一條是方形 方形是正結 方形和有英文字 英文字要數到很遠才能看到 數到這裡才能看到 不用理會 這條是中音 我們會駁去M字 方形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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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形是正 再製作一條,我們便會上車試 這個開箱真是很粗糙 因為每次都沒有帶齊東西 真是不好意思